鹅井水龙头定期清洁方式 你知道为了确保绿水品质 每三个月鹅井水龙头需要定期清洗吗 让我们看看如何清洁 将15毫升加用无香味漂白水 倒入一公升的空瓶 再将瓶子加满温水 摇晃使其充分混合 首先握住鹅井水龙头主体及喷嘴 从底座中拔起 并将其水瓶放入容器中 鹅井水龙头完全进入漂白水中 浸泡约一个小时 建议可戴手套 每15至20分钟将浸泡中的鹅井拿起 上下一栋几次后再放回 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等待的同时 使用软质海绵刷 轻轻深入底座内放置喷嘴的位置 慢慢旋转向下至底部 上下来回擦拭 而井水龙头主体管内 可用矽钢刷做深度清洁 注意哦 千万不要使用菜刮布 塑胶刷 棕毛刷等容易造成刮伤的工具 将浸泡完毕的喷嘴 自容器中取出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可视脏污状况 重复以上步骤进行清洁 握住鹅井水龙头底座 并将喷嘴装回底座 打开水龙头 放流60秒后 即可正常使用 太棒了 别干净了 espera 请不哭